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站机场给抓起来 然后拿着刀到超市买一把刀 就把小孩妇女两岁的小孩就那么捅啊 今天下午咱们这个录像进棚之前 我跟他手机上广西是不是有个叫东兴的地方 又有个人不知的什么人拿着刀跑到商店去了 同死人 好像砍伤现在死亡人数还不确定 难道砍倒了三个吗 北京那个超市有一个死亡了 有一个女的死亡了 对 当然啊 都是每一个都是个体事件 都各有各的原因 但是我现在真觉得 这个冀中兴啊 我先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 他呢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看这是他也给记者展示这个照片 苦人儿啊 你再看下面 这个就是下半身瘫痪呢 他身体啊溃烂不堪 咱们快别看了 再看下边啊 这个这是他的这个房间 他的轮椅 到后来呢 他买了一个电脑 整天就泡在这个网上 你再看下边啊 这是他住的地方 然后再看下边 这是他的这个电脑啊 整天泡在这个网上 我们看还有没有 哎 注意这是在他房间里搜出来的啊 嗯 他下边这个是黑火药配方 你看打电话 木炭多少多少 他研究这玩意儿 上边的那个呢 是写着这个砌手枪 嗯 他就是说他还曾经尝试过 找过别的武器手段 嗯 而且你说哎 就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 他爸爸记忆太荣 听说他儿子干了这个事 你知道他爸爸哭嚎什么 嗯 说他这个大小便呢 他小便 我得别人帮他 大便呢 我得用手给他抠 就给揉肚子给他抠 他说你现在干这个事情 你现在给人家抓起来 里头 现在里头 谁给你抠大便呢 爸爸是这个反应 嗯 你们听到这个之后 第一反应是什么 嗯 坦白讲 我觉得就还是跟我们过去 我们大概过去一两年来 这类话题 我们谈过很多次了 就这两年很流行的 所谓的报复社会嘛 就有些人心怀不满 因为受到压制 呃 觉得自己得到不公正的对待 然后 到了最后的出路的时候 有的人就选择走 他这种道路 到一个公共场合 针对一些旁边无辜的人 来做一些所谓 报复社会的行动 那么 所以要说的 我觉得以前说的差不多 但是回去看这个个案 他这个案子有意思的是 呃 地方政府部门说 早就给了他钱了 所以说好了 不要再来了 那么但是 8万还是10万 10万 但是问题就在这 公安局 就 东莞那边 对 你现在就发现 就是很多地方 他们地方政府 怎么处理这些事 一个一个个案拿出来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有一些这些报复社会个案 里面像这一起案件 他是有地方政府已经给了钱了 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政府为什么要给钱 就假如说你政府觉得没做错 没问题 你不用给钱 他说是救助 对 但是你要答应以后不再来纠缠 写保证书的 对 但是这个问题是这个救助的金额 是怎么定出来的 你会发现每个地方做法都是随意的 是 是任意的 就比如说他今天高兴 说不定给你15万 不高兴就给你5万 或者不给钱 然后他比如说写保证书 这是不是都由法律依据呢 也都不是的 这是什么 这种处理方法 完全有点像黑社会私了一件事 说好了啊 别再来闹了啊 怎么样 就是那把这件事给了了 就当做事 那么所以这里面有太多问题 你会发现 他原来都是体制以内 我们没有一套规则制度 来处理它 到了最后就报成这样 我看了一篇新闻 那个一个记者报道 我觉得印象他写的蛮好 他就意思就是说 这个叫义中心是吧 记忠心 他加了一个门 他说记忠心门 使记者心痛 那个记者呢 他就讲他身 就是自己生活中碰到的几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人 有个什么冤案啊 请他帮忙啊 或者太 然后他呢 都发现是没有用的 他很理智的告诉那个人 或者说 有的呢 他也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但是因为事情太多 很快有别的事情 但今天把这个事情忘了 有的呢 他当时很感动 然后就想帮人家做 但都是没做 但是呢 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其实心中都加一分内疚 所以他觉得这些都是隐形的集中心 就这样的事情一发生啊 他就想到了 他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一个一个人 他觉得他们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里边特别强调了一条 就是说 因为他的事情比较 就是比较典型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因为他残疾了 他当初肯定是有冤情 对不对 要不然就像你说 怎么会给他救助 对不对 然后他零爆炸的时候 还特别叫人家走开 叫别人躲开 所以他算是一种非常人道的 已经是很不错 非常人道的这个 很没想伤人 公共安全这个事件 他有点类似于韩国人的自焚的呀 对不对 他等于伤自己 他客观效果是自残了 已经手臂没了 而且实际上这个结果 他是预料不到 也可能他就死了 他想死掉 对不对 就没有生路 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就这么一个生路 文章的最后呢 他用了一个 只有中国人思考问题 才有的一个 当代中国人才有 这跟 我在想 假如说 这两天英国 这个Future King 未来的 未来国王 未来国王诞生 也不一定 全民欢呼 假如有个人在那里 做一个什么事情 爆炸一个 哪怕爆个爆竹啊 或什么捣乱一下 就算你没有伤到人 就算你有天大的冤情 估计整个社会也不会原谅这么一个人 他们会觉得你在跟我们全体人做对 可是中国这个事情就不一样 他最后一句 他就说 这一个个普通的工农 我们的政权 本来不就是为工农的吗 怎么现在把这些工农 遗落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这句话 我想到同样的事情 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 会用这个逻辑来报道 看的就是 又有点不安 又有点感动 是 你明白我说吗 他这个最后一句话 这要是按照你们这个学者的称呼 这叫个人恐怖主义了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的 很多人是寄予同情的 对 所以呢 这个事我觉得又是 又让人不安 又让人难过 你知道就是 对 我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说这个记者联系这个生活呀 我想到这个生活 他们这几天在微信上 就也是传发这个事 说纽约时报 什么出来一版 就讲这个事 当然现在微信上 经常有声称纽约时报 不一定真的 但是这句英文说的很有意思 就说这个中国啊 不要走太快 等一等你的人民 这是很早以前的 是吧 那么我就想起这个话啊 就是过去讲恐怖分子的时候 你知道除了信仰的原因 很多咱们说的来世的许诺之外 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生不如死 你要注意你这个社会里头啊 有没有一些人生不如死 你看中国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英语里讲 这个country 国家这个词啊 不包含这个family这个含义 不包含家庭这个含义 是吧 中国的这个国家呀 所以中国人喜欢拿家庭啊 推演很多国家的事 我就拿家庭推演很多国家的事 我最近呢 也是特别的难过 因为有一位这个故人啊 这个宙氏 他是得了这个 绝症很长时间 突然去世 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 就是说啊 你要想对人好 你一定记着 就是趁活着的时候 要不然他死了 你会特别难过 就是因为 因为你想到的全是自责 你最后会发现呢 就是最后的几年 没有一个朋友在管他了 也不是说不管他啊 而是说你知道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啊 有很多 叫边缘人呢 还是我们完全忘记了的人 包括你想想你自己身边的朋友 他一得大病的时候 哎呀 大家难过呀 大家全来了 好 往往这个病啊 终于治的差不多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生活是很忙碌的 个人又去雇个人 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 我们家里有这个瘫痪的病人 你说剂中心 那这个是瘫痪病人 那么你知道 为什么有句话叫 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他有时候缠绵很久之后啊 他刚闹事的时候 刚闹病的时候啊 大家都很激动 大家帮他的人很多 但是进入一个相对平缓期之后啊 没有人理会了 甚至大家在潜意识里逃避 因为觉得那是很痛苦 或者很麻烦 于是你知道 就有这样一些被遗忘了的人 可是你知道他活的呀 咱们都在讲一个生活质量 我就特别能够理解 这个生活质量啊 太低了 就是这种这种人啊 你别管是治安队员 把他打成这样的 还是真是如这个东莞法院当年判的 说是他什么碰的 不管怎么样 你一个社会里啊 有这么样的一些人啊 你知道他这种肚气眼以下 就完全没感觉 每天这个烂的呀 就一个味儿 他这个味儿啊 村里人为什么都躲着啊 味儿太大了 都没有人进去 那么你想 这么一个人啊 他就叫生不如死 他这个生不如死 这个社会里要有一些这样的人 我觉得即便是美国 好比说打官司 他打不赢 但是呢 他这个country会有另一套机制 比如说救助啊 或者保障啊 甚至于说 教堂 他们宗教组织 教堂啊 甚至说最底线 NGO 对 志愿者啊 就是他一层一层过筛子 你知道吗 先打官司 如果怨你 你就管他一辈子 那都不是赔十万 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模式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 你还是要进法院 那法院出来结果 但是问题是可能大家 不是很满意 你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谈到 那个瓜农事件 其实法院都还没开始调查 现在地方政府部门 我看今天报纸不是说 已经要他们赶快埋了 那个瓜农吗 说要入土为安吗 那整件事 大家还在争论纷纷 那么所以呢 很多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仿佛 我们遇到这些人 他会觉得 他寻一个正路 比如说走正式的 上访的途径 法院的诉讼的途径 好像都帮助不了他 保护不了他 或者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说的别的国家 也许会有宗教教会 我们这边恐怕 教会或者是宗教组 是帮不上这种忙 那么你说NGO的话 我们这边可能 就是中国红丝智慧 或者是这类半官方的机构 中国红丝智慧 您菩萨过河 你可能得去澳闻碰郭美美 会不会大发散心 给你点钱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七罐加多宝 配方正宗 当然更多人喝 怕上火喝加多宝 沉静与山水之间 享受三千年御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度降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呢 比较复杂的是 这类事件我们都其实都已经熟悉了 就像我们讲的 就是这种报复社会 或者是要自残以明治的事情 我们过去几天听太多了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新闻 甚至到后来就像你讲 就我们说一个人久病床前 大家就不管他 这种事搞多了 我们也都已经不管了 你记得前几年 很多年前的时候 不是还有被拆迁的钉子户自焚吗 对不对 那时候是件大事吧 后来好像各个月都自焚 大家也就麻木了 也就不怎么样了 就等于跟矿难差不多 那么所以呢 现在这些事情可能越来越升温 越来越升级 那这种事呢 我们还 我也完全同意那个记者讲法 我们不是做媒体的 每天都收到很多的上访信吗 那上访信有的是同一个人 三番四次的给你寄来 你就会也感觉到 这个人最后会怎么样 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 去帮助他 是不是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中国人面对这样的事情 就像你刚才讲 我们会同情的理由 我们不是谴责 如果真的是个人恐怖主义 你刚刚用这个字眼 大家应该是骂 但你们发现 我们很少人把这些事件 叫做在中国新闻里面 我们不叫他做个人恐怖主义 我们叫他做卸奋杀人 像社会暴富 然后呢 甚至有最近有个新名词 叫底层护掐 底层护掐是什么意思呢 就连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飞机污点的话 每次飞机污点 大家就打嘛 不是 像上海不是 前阵有空姐 地勤空姐 被人打得脑震荡入院嘛 这个底层护掐 形容这个状态 指的就是说 他们有很多的愤怒 那个愤怒并不是因为 他底层的人互相的不满 而是因为整个制度 或者上面压下来的东西 但他这个怒火 没办法往上烧 他不能像陈胜吴广那样子 搞法 那怎么办呢 他就底下看到谁在旁边 他就这么发现 这叫底层护掐 那这种底层护掐的心情 今天好像中国人都很能了解 这就危险了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危险 危险的事情 不单是了解 是有点同情谅解 对 就危险的并不是这类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问题的重点在于 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之余 大家居然还同情 还觉得 其实当年 你记不记得去上海杀警察的 那个叫什么来的 杨家 你想想看 当年杨家是被人叫英雄 因为他是 因为有的是杀老人小孩 他是杀警察 他觉得冤有头再有主 所以有的人夸他有种 对啊 夸他有种 夸他英雄 这个讯号很危险 这个就是说 这个价值评断了 颠倒了 而且这个 你看啊 我就在想 你如果说 你在香港 我都觉得这种人 我不能宽容你 为什么 因为是你去告嘛 去打官司嘛 但是你看 他也打了官司 东莞法院 判了他好几回啊 你就没有 我不知道 他当时拉着一个客人 他说是被制安队员打的 那么那个客人 不能做证人吗 这咱就不知道啊 反正就一次一次的法院 就是驳回 驳回 驳回啊 那么 假如说真的不是制安队员打的他 他落得这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也得有个办法 是不是 那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你刚才讲的 社会要有个多层次的救援 社会各种机构的救援 但是因为中国呢 不仅法不独立 而且中国基本上面对的 还是个父母官 就觉得而且假定法官都是 不仅讲规则 而且要讲道德 而且还讲革命伦理 你看还有关心工农 这个政党 还有这些含义全凑在 这是别的地方 社会不大有的 你知道今天我看香港一个新闻 香港还有讲这个事情的 就是说搞了一个调查 说政府道歉 各部门道歉 香港市民会认为 这个动摇不动摇 政府微信 那80%的市民都说不会的 应该道歉 然后他那他就说 为什么很多时候政府不道歉 甚至宁愿给你钱 但不道歉 后来他就发现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他向你道歉 你呀 他就是他就担心呢 这个老百姓就会揪住你 不放了 你认错了 你认错了 那你以后赔多少 所以东莞公安局不也是这样吗 我一定说我救助你啊 我可没说我有错 我是救助你 其实呢 他是为了 就像你说的像个江湖 就说稀释宁愿好了 因为搞出事情来 我们的官也没有办法做 这个那就稀释宁愿 怎么样 如果说真的 真的你公安一点责任都没有 不是你打 你连救助都不用救助 不 这个问题 我在中国还真的就是 有的时候 哪怕公安是冤的 他都乐意 对 因为地方政府发誓闹大 对对对 反正维稳费力出 人民问题用人民币解决嘛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三千年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武良春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 也是分享 是温暖 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兵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入无极之水 慧软酒精 年份软浆 鼓井共酒 梦想在我心间 服务在您身边 北京银行 真诚 所以信赖 徐老师 这是讲的简单一点的 就是我们要情理分开 就是理性上 坚决反对这一类的行为 你别说这次偶然 他双了自己的手臂 分分钟弄 一下子弄得不好 搞成一个飞机 全部几百人都出事情 都是完全有可能 在机场这样的地方 但感情上呢 同情 尤其他这个事情 他现在的什么女朋友 把他抛弃啊 什么一大堆的悲情故事 看到实在叫人 因为你会想到 这样的个案 无数无数 一个门子 讲复杂一点呢 他的确给我们现在的 整个国家制度 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以前这类问题 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是毛主席说 人民内部矛盾 一个敌我矛盾 就是把它定性为 如果说你定性为 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反就反社会 或者是破坏公共秩序 那就是敌人 那敌人就没有什么 同情可讲 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但现在问题 为什么复杂呢 因为你看所有 这些记者报道下来 都觉得是一个人民 至少这个人放的 像胡安刚就讲 人民社会嘛 包括你讲的 底层互掐 这个概念什么 就是说都不是敌人 都是老百姓 只是一个无奈的老百姓 在伤及其他的老百姓 那么这种情况下 用我们过去的概念 就很难来解释了 你明白吧 你算它是人民内部矛盾 可是它采取的行为呢 却是犯法的 是破坏公众秩序的 尤其是到刚才讲的 你看随便 你杀超市里边的 无辜者 那这个 所以过去这个思路啊 今天我们还用人民 这个概念啊 其实已经 已经不敢烫了 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又牵涉到一个 制度的问题 什么制度的问题 你刚才讲的 说我们过去的观念是 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解的话 我们的官员 是应该要好好的 照顾为人民服务 要去照顾他们 爱护群众 对你任何的各种的问题 什么都给你解决 那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像香港的话呢 也许就不是这样子 也许我们靠的就是 公民社会中 各种层次的东西 像我说的 有NGO啊 对 有教会组织啊 或者中国传统的 中族社会 你一个家里头人 除了这人 我们记家 对对 我们地方相当 我们来来来 来怎么搞 来怎么处理 我们帮你打官司 或者但现在中国 没有这个嘛 我们就讲的是 就只是政府嘛 那么胡安刚 他们现在那个讲法 更牛嘛 我们是人民社会 就比公民社会 你刚才讲 这个公民社会 人民社会就是 政府跟人民是一体的 那么这么一体的情况下 政府当理当 要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理当要好好爱护他 让他活得很快乐 很舒服 但是没有啊 但是一旦又不舒服 就是他的责任 对啊 所以这个社会啊 实际上非常的冷酷 他遗弃了一些人 这些人呢 我就觉得 就以这个瘫痪的人来讲 我就觉得他 不光 在外国啊 他还有一个社会机制 医疗机制 中国就是靠家人照顾 这不但是对你感情的考验 也是对你的身体 你的经济能力 你像农村里的 这家里要是一个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喜事度 他怎么办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